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妹妹啊 姐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看这个 哟 考上大学了 有本事啊 姐 你看 我这考上大学了 学费怎么办 学费多少钱 学费啊 我算一下 这个学费 生活费 还有住宿会 一年也得一两万吧 这大学四年要八万 这学年还是别上了 那钱啊 还不如给姐买点化妆品 导演好一点 找一个有钱的姐夫 比什么都强 你不是提前让我考上大学的吗 我现在考上了 你不能不让我上呀 谁知道要那么多钱啊 所以不算多啊 一年也就一两万 妹妹啊 我还是劝你别上学了 出去打工挣钱去 挣了钱啊 都给姐寄过来 姐给你全只 到时给你做嫁妆 多好啊 姐 你说什么呢 这学你到底供不供我上呀 不供 行 姐 你不供是吧 你不供我自己想办法 就你那点能耐 你还能想什么办法 真是的 哼 长大了 吃饭了 还不听我的话 让他出去挣钱 还不乐意 我这没钱上学 什么花啊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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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凯哥 干嘛呢 叫你几声 都没答应我 我这不是考上大学了吗 我姐不让我上 让我出去打拨 好 考上大学了 这录取大学通知书 这张啊 就是漂亮 漂亮有什么用啊 又不能上大学 我要是能考上大学就好了 这嫌弃以前啊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可惜啊 那时候也是因为没钱 没有上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个通知书啊 借我一晚上行不行 什么意思啊 哎呀 我要圆我的梦嘛 哎 你上大学需要多少钱啊 你说太多我也没有 这样吧 你这个借我一晚上 我给你五万块钱 就算是我借给你的吧 你的意思是 我把录取通知书给你 你就借五万块钱 我不要你的 我只是看看 那行吧 那你明天再还给我 你的意思是你要帮我是吧 你帮我 我也帮你 明天这个时候啊 你也到这里来拿钱 行 行 那我先走了 有人帮我 真好 姐 我走了 呦 出去打工了 就应该这样 在外面好好干哦 你说什么呢 你不帮我上学 有人帮我 学医非帮你啊 学医非帮你啊 小雅 很着急了吧 这卡里面啊 有五万块钱 你就省着电话 我也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小凯哥 这次能上大学 多亏了你 要不是你啊 我这个大学 肯定上不了了 行了行了 好好上 以后啊 要争气 知道吧 小凯哥 你放心 我肯定会好好上的 等我毕业后啊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什么报答不报答的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小凯哥 你怎么了 小雅 你回来了 我没什么事 看你现在 困得挺不错的 小凯 我看你这身体不怎么好 我大学啊 是学医的 我带你去医院 检查检查吧 没什么事 早就知道 也治不好 也不用夸那些钱了 去医院看看吧 我是那里的主治医生 我现在也没有钱看 我现在不是有钱了吗 行了 别说了 我们现在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是 走了 小凡呀 吃啥吗 吃啥吗 喂 去医院 快医院 去医院 去医院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叫什么 把孩子放下来 快来轮啊 抓轮贩子 来轮啊 来轮啊 快抓轮贩子 小朋友 你没事吧 谢谢你 叔叔 不用谢 小朋友 你这一个人是要去哪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里 在那边 那叔叔送你回去好不好 好 妈妈 妈妈 乐乐 你跑哪儿去了 你谁啊 乐乐 你要不要跟梦想人走 知道吗 妈妈是怎么教你的 你忘了吗 我 妈妈 我没事 刚才我遇到坏人了 是这位叔叔接了我 哦 这样啊 小兄弟 对不起啊 刚才啊 欧会你了 我这里啊 有点钱 你先拿着 就当是啊 我感谢你了 大姐 这钱我不能养 是吧 大姐 只要孩子没事 我就先走了 妈妈 妈妈 给我十块钱 我要去买东西吃 给 油浪草啊 妈妈 给我十块钱 乐乐 妈妈 妈妈昨天不是干给你十块钱吗 你就用完了 用完了 小兄弟 妈妈 妈妈 我出去玩了 去吧 终于安门来了 这洛洛这两天是走了 平时也不怎么花钱 会不会有什么事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我说墙如果我喜欢 它的内洛 在我 التي给你拿 最后做了一只祖室 不知道avor �니다 咖啡 姥姥 你干嘛 你怎么把钱丢到瓶子里面 妈妈给你钱 是让你买东西吃的 不是让你当垃圾扔掉的 妈妈挣你钱也不容易啊 妈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还记得我去年碰到那个坏人吗 那时候是个叔叔救了我 你给他钱 他不要 这两天 我看到他在这里捡垃圾 所以我把钱丢到瓶子里了 这样他就可以捡到了 乐乐 是妈没有任性情况 错怪你了 你真棒 这么傻就学会感恩了 你真是啊 妈妈的好儿子 妈妈错怪你了